各位觀眾,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吃早餐了 但是現在時間1點18分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吃的是在士林 其實如果你是住在鄰近這個區域的話 應該大部分的人會知道一間超人氣 應該是說它是很有名 但是好不好吃呢 我這邊就先雨帶保留 因為我也還沒吃過 那這家店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它原本其實是有賣早餐 那現在呢它延長了它的營業時間到下午2點半 所以呢 就讓我這種人有機會可以遲到了 終於 不然這個一大早要起來 然後再去來這邊拍啊 可能是有這麼一點困難 那它是在士林捷運站旁邊這邊 從士林捷運站走過來 然後也會先經過一間全家 然後在摩斯旁邊的這條巷子 進去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來吃的 豐盛湯 Such pleasure do you bring me such pleasure do you bring me For every year this Christmas tree brings to us such joy and glee Oh Christmas tree Oh Christmas tree Such pleasure do you bring me 買了有一點多 我們要先從土豆開始吃 因為他原本有問我們是不是要在內用 如果是內用的話他會把花生粉撒在外面 他現在是夾在兩個吐司中間的 但是呢如果你是內用的話 他會幫你撒在吐司上面 然後吃起來口感會更不一樣 他有特別交代說就是 可能這個要先吃 因為擔心呢那個粉可能會滾掉 然後就沒有那個粉粉的口感 所以我們就先從土豆 這個其實應該是要最後吃啦 甜點的部分 它裡面是有花生地 然後也有那個花生粉 嗯 喜歡他們的花生 花生的香氣超級重 他們的吐司真的好吃耶 但我覺得稍微偏乾了一點 我們現在吃的這一份呢 可能是因為整個吃起來 雖然味道跟麵包的香氣是有融合在一起的 但是我覺得整個口感偏乾 這個可能搭配他們家的咖啡 或者是紅茶 或者是茶類之類的 給大家看一下 他中間的那個 花生粒啊 跟花生粉 非常非常的紮實 而且他們的花生的香氣很強烈 非常的濃郁 跟他們的麵包搭起來 非常的棒 嗯 這是我個人蠻喜歡的一個 就算是甜品吧 但唯一的缺點就是 稍微乾了一點 然後呢 這個好像是後來 才有的 因為其實一開始啊 他們好像沒有賣這種 有加蔬菜的三明治 好像是近期吧 我也不確定 但他現在就是有很多 他們原本有的三明治 然後可以額外再加蔬菜 可能擔心 有些人覺得 營養不均衡 或者是想要清爽一點的口感 或者是想要增添一點 青菜脆口的感覺 那剛剛還有 剛剛還有另外 偷偷聽到的一個消息 就是他們好像開另外一間分店 在晴光市場那邊 我覺得這個蠻有趣的 因為這邊的那個店啊 他其實是 沒有那個 可以內用的空間 只有 歷史 就大概 可以佔三五個人這樣而已 然後二號店那邊 好像可以 有整棟的內用區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也許 大家可以等到 二號店開的時候呢 然後去那邊內用 好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呃 手打肉 蛋 鮮酥 前面第一口 肉跟蛋都沒吃到 呵呵 但是第一口 吃的這一口呢 雖然只有蔬菜跟他們的炭烤吐司 但是反而 這一口你可以強烈的感受到 他們吐司的厲害 你就越咀嚼 它的那個 微微的甜味 是真的有一點甜 我不知道是 這個甜味是來自於什麼 但是它那個 麵香 然後跟那個 一點點微微的甜味 開始在嘴巴裡面展現出來 終於吃到裡面了 來了 這一口 有肉蛋 然後有蔬菜跟麵包一口 嗯 他們的 那個手打肉排 有一個很 古早味的 醬香氣 它整個主要的鹹味就是來自於這個 呃 肉排的醬香氣 也不會特別的突兀 然後反而是跟 其他人 巧妙的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還不錯 我也蠻喜歡的 它中間這邊還有一點點 微微的氣 這個這樣子我吃下來我覺得 如果你只有點 單點 手打 肉排 蛋 起司的話 我覺得可能會太膩 我覺得大家如果有來吃的話 我覺得蠻推薦 嗯 加鮮酥的 因為 鮮酥它除了 可以有一個比較清爽的口味以外呢 脆脆的口感 我覺得在整個 這個三明治當中 也是一個 蠻突出的角色 因為 如果你只有蛋 肉排跟 麵包的話 它可能 差不多就是 那樣子的單一口感 但如果有一個脆口的感覺的話 就在嘴巴裡面 口感就比較不會那麼的無聊 再來最後一個呢 是 辣 肉 辣 醬 肉蛋 吐司 然後 我覺得有一個小 建議要跟大家 就是買到之後真的要趕快吃 因為 現在啊 我的這個麵包 就已經有一點感覺 被水蒸氣 弄得比較軟的感覺了 前面 吃完前面兩個 然後又拍影片 到現在 這個麵包的本身 就比較沒有那種 剛烤完 焦脆焦脆的感覺 這樣子吃下來 真的覺得 有加鮮酥的 整個層次 會比較 更鮮明一點 滿推薦大家可以 點 就是有加蔬菜的 我現在吃的這樣子啊 它的口感就是比較單一 比較單調一點 它的辣醬是 很舒服的辣 呃 基本上我 我有在吃辣的人 我覺得不太會辣 但是沒吃辣的人 可能會稍微覺得 有一點點受不了的感覺 但有一個點 我要特別說一下 我覺得 他們的 蛋好好吃喔 很 嫩 然後很 滑順的口感 但真的整體來說的話 有加鮮酥 加了一個清脆的口感 會更好一些 我覺得 這一次我覺得有一個 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他們的 紅茶 牛奶 我們 沒有喝到 賣完了 然後 紅茶牛奶 好像也是 呃 他們的招牌之一啦 我覺得大家下次如果來的話 可能可以點點看 這一次我們就只有喝他的 豐盛拿鐵 喝起來其實就是 就拿鐵咖啡啦 然後剛剛我有偷偷在確認一下 就是他們以前呢 是 呃 營業到 十一點半 就是早上五點半營業到十一點半 然後現在是延長到下午兩點 兩點半 所以我覺得 呃 可能大家就不用趕著 一定是要來吃早餐 我覺得他是一個 早午餐 甚至是午餐 也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有甜的 有鹹的 然後也有蔬菜 剛剛吃下來的感覺 真的覺得 我覺得有加蔬菜的 更加分 好不好 只能這樣說 我推薦大家 就是點有加蔬菜的 好 那麼最後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的話請在下面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麼各位 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 步